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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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你要去哪啊 这里没你的事 你回去休息 爹 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要再提了好吗 他们把狗屎摸到金家寨的门上 这个事能不提吗 我的面子在哪里 金家寨的面子在哪里 爹 文昭少爷不喜欢我 我们不要再抢人所难了好吗 人各有志 我真的不想趟这个浑水 我不想伤害别人 现在不是我们伤害他 是他伤害我 伤害金家寨 你跟老子说实话 你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你去见过姓刘的那个龟儿子了 他们刘家耍我 你也耍我 我没有 来来 扶大小姐回去 杀马 爹 您说过 不想再打打杀杀重燃战火了 如果您一定要这样 就从女儿身上踏过去吧 你这是什么 如果您就是任命的 您买客来 您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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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段嫂 刘文昭不见了 刘文昭不见了 金家二小姐九点钟就赶到了 还是扑了工 什么时候走的 这个不清楚 不是有人监视吗 监视的人眼睛都没长 但是就是不知道她怎么离开的 细子 他为了一个细子敢毁了老子的大事 那细子叫什么 华小荣 年纪不大 已经是个名角了 我是死人 你可躺好了 前面可有当兵的 我告诉你啊 你要把我给暴露了你就是死人 站住 谁啊 得拉的什么东西啊 掌管 身上拉的不是东西 不是东西 那是啥 是死人 什么 死 死人 我们村上的李三 经常爱去那半开门的剧院逛道 结果染上天花病了 死了 真的 老嫂 你不相信 你看看呢 这么难闻的味道 走走走走走 去吧 来吧 去吧 去吧 你看看 ME 你不相信我 去吧 太排了 不相信我 至于你犯下 你为了我 你罪行 金寨主求见 郡总 金姐啊 好像已经知道善儿的事了 请你来访有识远迎啊 请你来访有识远迎啊 请你来访 山贼草寇冒昧来访 哪儿让刘将军啊 请坐 都是一家人 何必说两家话呢 亲见 你今天就是不来找我 我也想去找你 陈副官 上茶 茶就免了 你我两个人还是 开门见山说点真格的事吧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秦姐 我也正想跟你谈这件事 姐 你是不是疯了 人家这么对你 你还护着她 项羽 你听着 以后不要再去找刘将麻烦 更不要伤害任何人 不然 姐不认你这个妹妹了 你可以不认我这妹 我不能不认我姐 谁要欺负我姐 我绝对不干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大小姐什么意思呢 山贼草寇的女儿 怎么能不自量力 她决定退避三审 回亲 哪里是她要回亲 是贵公子这个贵儿子 看不下我女儿子 那你的意思呢 你刘将军能栽出巫童树来 我金家再出不了金凤凰 我的意思 这个婚约到此打住 大道通天各走一边三 金寨主 你金寨主可是威风拔面 名震西川哪 我刘吉祥也是荣莽一生 我们两个大伙人 不能叫这个小兔崽子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给耍了 人各有志 婚约大事 勉强不得的 是 我这个兔崽子儿子 简直他妈就是个混蛋 鬼没心窍吗你说这不 辜负了大小姐的一片真情 金寨主三天 你给我三天的时间 我一定让这个兔崽子 老老实实地给我滚回来 我亲自把他绑到金家站 任机处置 不敢不敢不敢 三贼草寇 你那是将门胡子 我哪里敢沉处 不敢不敢不敢 金姐 你可以网开一面 但是我刘吉祥不能互短折羞 这件事情必须要个说法 将军真是这个意思 金刘两家接亲 现在整个西川闹得沸沸扬扬 如果没有个结果 不是让世人耻笑吗 这样 婚约有效 婚期不变 你看如何 这样子贵公子 就有点免为其难了 你放心 只要我刘吉祥还活着 还轮不到这个小兔崽子翻天 反了他了 好 事情已经搞清楚了 这个西川王已经承认 交付他那个文昭少爷 一时糊涂 好了好了 你啊 你啊该咋个准备就咋个准备 八月初八 照常出嫁 爹 西川王给了我们一张热面孔 我们总不能还给人家一个冷屁股三 可是 爹 文昭少爷既然不愿意 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好 我们何必要抢人所难呢 再说 女儿并不奢望做刘家的少奶奶 只要两家勤奋不断 不再打仗不就好了吗 娃儿啊 西川王讲得对啊 如果这门婚事黄了 你爹爹这张面孔就没地方放了 好了好了 就这么定了 回去收拾收拾 安心地做刘家的大少奶奶 好吗 你说什么 婚约有效婚期不变 那是文昭他娘亲口对我说的 这还能有假 老爷 你 这好 这个刘文昭是不是有喜欢的女人了 是 是戏园子的明觉画想龙 和文昭兄弟 想好两年了 这事你好像跟三叔没提起过呀 我 三叔 我也是刚刚知道 我也劝过文昭兄弟 你说咱们刘家怎么可能娶一个戏子呢 可是文昭兄弟他 是 这个花想龙 在龙都 是 陈副官 到 你准备一下和刘团长去一趟龙都 把那个花老板给我请到这儿来 是 这好 鱼着水鸟归林 我们只要把这个花老板请到这儿来 这刘文昭他一定回来 对吧 三叔说得对 他和金家大小姐的这门亲事 是 非他不可 这事儿成也得成 不成也得成啊 你说得只好 去 尔子 你的女人真要成为你弟的媳妇了 哪是一厢情愿 我的女人 谁也抢不走 你三叔已经抓住文昭的软肋了 不回来的可能性不大吧 城市在天 谋事在人 你想办法把我们去荣渡找刘文昭的事告诉金家二小姐 是 不要再搞错人了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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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哪里 这 那 éch 你们想干什么 华享荣 华老板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您不要害怕 逼人陈永和奉西川王之命 请华老板去安逸做客 报告君座 华享荣找到了 少爷还没有到 肯定是在路上躲避检查耽搁了 是 是 是 陈副官 陈副官 君座什么指示 君座指示 请刘团长护送容姑娘去安逸 我在这里等候文章少爷 这刘文章长什么样啊 什么 你没见过刘文章 喊什么喊 男人不都长一个样啊 姑奶奶没见过男人多了 倒样抓她 好 撲口 房奖 这就刘文章 我 license 你可以 requires 你好 而且 不要畅至于 我走了 这么长的脸还敢逃婚 我姐嫁她算亏的 安排几个可靠的人 人不着死了以后 把金香玉在荣渡月做点 这个疯婆子肚子就装不住室 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是 少爷 陈副官 少爷辛苦啊 还不是 你怎么在这儿呢 换小荣呢 我奉君做的命令 在此等候少爷 不是 我问你换小荣呢 您把换小荣怎么样了 少爷放心 君做已经派人 把花老板借到安义了 你们把换小荣抓回安义去了 君做吩咐 让卑职务必把少爷带回去 准备和金街大小姐成亲 你们这不是绑票吗 你们这不是 不是 堂堂的西船王 都干绑票的勾当了 那跟山寨土匪还有什么区别啊 君做也不想这样做 但实在没有办法呀 你没把华耀荣怎么样嘛 卑职不敢 卑职 卑职 少爷 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君做真的很生气呀 卑职和少爷一样 不希望华老板受到伤害 从策划逃魂事件开始 刘文昭就知道 自己会有麻烦 但他没有想到 这个麻烦来得如此迅速 花香融落在附近的手里 这就意味着 他必须反对安逸 必须去面对 他不愿意面对的婚姻 对不起 这儿有人了 人呢 人在哪儿啊 那么多空桌你不坐 偏坐这儿啊 这桌你买了啊 我想坐哪儿就坐哪儿 这位小姐 您想吃点什么吗 滚蛋 滚蛋 我们这儿有煮蛋 有蒸蛋 有炒蛋 就是没有滚蛋 我让你滚蛋 打电 哎 谁让你们俩进来的 啊 干什么呀都不能掏枪 这儿一朋友 开玩笑的 出去等着我 是 是 哎 是你啊 这也是我 你不是在山洞里边给我支出那郎中姐姐吗 这是什么意思啊 猜猜看 哎 我不明白 我哪儿得罪郎中姐姐了 你哪儿也没得罪我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些人吧 天生爱吃滚蛋 有些人呢 天生爱吃子蛋 你就属于这种人 小姐你姓金吧 西川金家寨 有两位小姐姓金 大小姐金如玉 二小姐金香玉 大小姐喜欢穿针引线 不喜欢武枪弄棒 那你应该是二小姐金香玉啊 挺聪明啊 听过有句话没有 敢惹天敢惹地 就是别让我金香玉 谁要惹了我金香玉 马上让她下地狱 陈副官 前面一个丫头打了 什么 你丫头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看起来样子很横 在这个地面上 还有赶快留这耍横的地方 陈副官 怎么处置的 送她到她该去的地方 是 等等 这件事情 不要让少女知道 是 我就不明白了 你凭什么造假我姐呀 你算老几呀 凭良心说啊 就你长的德行 根本配不上我姐 我姐就是心惧太善良了 我爹上她做什么就做什么 哪怕架给一只猪或者一敲狗 她都能同意 人都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没听说过 癞蛤蟆还召集天鹅的 如果你死活说我伤害你姐了 我向你们金家寨 还有金如玉小姐表示 歉意 道歉 嗯 道歉要有用 还要枪个子弹干嘛 我 取不了金如玉小姐 这不是我的错 当然了 也不是如玉小姐的错 那谁的错啊 你回去问你爹 我回去问我爹 刘三帕 我怕你没机会回去问你爹了 那你要干什么呀 我不说了吗 你得给我吃子弹 必须得吃这个呀 对 这事还有商量吗 商量 对啊 我得赶回安逸 一百元件非常重要的事 不可能 没得商量 今儿你必须给我吃子弹 行 这一天碰到两件倒霉的事 我这温钊也算背到家了 你让我吃几颗子弹啊打算 就你这身子骨啊 一颗够了 行 那我答应你了 吃子弹 走吧 去哪儿啊 找一吃子弹地儿啊 吃子弹还选什么地方啊 这是饭馆就在这吃吧 你干嘛 喂 你 你 你这算赤子弹啊 啊 这不是什么意思 蛋壳和蛋头也一块吃啊 你玩我是不是啊 你玩了我姐姐想玩我呀你今天 信不信我先崩了你 我跟你说啊 真的不是故意耍你 只是现在我真的是不能死啊 你为什么不能死啊 你非回安逸干嘛去 我得回安逸办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啊 我事先声明 我绝对不是故意地伤害如玉小姐 而且如玉小姐的美名呢 我是一向很敬仰 往日无冤尽无仇的 我伤害她干什么呀 你想回去娶我姐 你 应该是吧 老板 结账 我姐这人呢不选我杀人 今儿我就卖我姐一面子 你要对我姐不好 看见没有 好 你的脑袋 就是那第二个银员 来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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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啊你们 放下 打开 是 放下 放下 解二小姐 少爷来了 放下 放下 别动 别动 少爷回来了 走吧 清路关 启程吧 少爷 我在外面给你开了个房间 您稍事休息 咱们马上出发 您请 不是还休息什么呀 休息休息吧 那屋啊 对 请 少爷 说吧 出什么事了 没出事了 没事 你 你 说话吞吞吐吐吐 目光呆滞 面色发黄 你这是典型的做贼心虚的表现 说吧 出什么事了 不 没事 少爷 真没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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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不 少爷你就放心吧 来来来来 你们俩吧 陪少爷过去快 等 少爷 您休息 休息休息 对 对 对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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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您事也会房间吧 全英华 你忙我收不收 你不是跟我说黄晓荣已经回安逸了吧 这怎么 这怎么 不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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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少爷 我向你保证 这肯定不是黄老板 黄老板 真的会安逸了 你保证个屁你保证 你给我开开 你给我打开 少爷 宋阳 你给我打开 大开 我不活了你知不见 我不活了你给我打开 少爷 好 好 打开 好 少爷 打开 打开 不管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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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我对天发誓 全面不断起假话 陈永华 我真的想问问你 不是 你平常怎么带的兵啊 那金老大的闺女金香玉你那兵都不认识 现在怎么 怎么 这样怎么处置他呀 少爷 是我的错 可是这个金香玉就是个烫手的山芽 丢都丢不了 攥在手里麻烦就更大了 现在才知道啊 你早干嘛去了你 我问你呢 你怎么处置他 怎么弄啊 少爷 我是这么想的 这件事情如果让金老大知道了 那军处这么多年的努力就都复制东流了 我现在就去把他做了 你干什么去 把他做了 把金香玉给做了 咱们现在把金香玉给绑架了 那金老大都饶不了咱们 你把他亲闺女给杀了 那金老大还不得跟我爹拼命啊 那你说这整个西川还有一天安定日子吗 少爷 咱们可以把这事推到别人头上吧 推谁头上 这个金老大在江湖上有多少仇人 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咱们找个人把他统认一推不就完了吗 陈永华 金老大 金老大在西川拥兵十万 他的眼线遍布整个西川 金老大的亲生闺女被人给杀了 金老大都查不出来是谁杀的 那他还是金老大吗 不是 你这脑子怎么长的你 我要是刘继祥的 我要是我爹 我早一枪毙了你了我 什么脑子这是 少爷 那你说 该怎么办 你把你自己 还要你手底下 那几个不长眼的混蛋都给绑起来 自己上金老大那儿去赎罪去 那你这不是害悲止吗 那怎么着 把我爹绑了 交给金老大呀 那 你还是帮我吧 少爷 我去跟金湘玉商量商量 怎么弄死你 我还不都因为你吗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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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砸死你我 滚大 快快 哎呦 两人快去 快去 两人快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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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生这么大气干嘛呀 这气大伤身他起出病了 我告诉你 在西川 就没人敢帮我金家债的票 哎呦 没人倒您的票是误会 放屁 我什么会啊 真的是误会 说误会你信啊 是是 我也不太信 我 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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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陈永和 陈永和 陈永和带兵无方 真的 他你俩手下根本就不认识您 误打误撞就把你给绑了 你放屁 在西川 还有人不认识我金香玉的 这这这道队 整个西川全都认识你金香玉 其实啊 陈永和呀 陈永和的部队里边 他都有您的相片 他不是没别的意思啊 他把您的相片发给士兵 让他们呢 拿您当榜样 真的 哎呦那不是 那不是一首儿歌吗 对吗 什么 你敢惹天敢惹地 就是别惹金香玉 也不是那三次孩子 哎呦三次孩子都背这个 真的 你听我给你解释 做起不可以吧 我告诉你 今儿我就让你解释清楚 今儿不清楚咱没完 是我 我来就是给你解释这事 真的是一个误会 你听我说啊 陈永和 这陈永和太不像话了 他是带兵无方 他那几个手下呀 可能是眼神也不太好 也可能是劫财 你别跟我在这儿绕 我问你 陈永和是谁的兵 陈永和 是不是你的兵啊 陈永和怎么能是我的兵呢 陈永和是刘继祥的兵啊 那就是我爹的兵 那陈永和出来归谁管啊 听我爹指挥啊 我 哎呦哎呦 哎呦行了 你别闹了 要不这么着吧 现在呀 我是你的肉片 这当你把我给绑架了 你说吧 你想怎么着 我都行 我都听你的 我告诉你刘三胖 今儿要不杀了我 要不放我走 没人想杀你 我是来跟你和解的 咱们讲和 对吧 相逢一笑 抹人仇 我呸 敏恩仇 对 是敏恩仇 讲和的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听你的 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走了 干嘛 二小姐 你这么大火气 现在还真不能走 怎么样了 没什么东西 要不要进去看看 再等等 少爷有一张 能把死人说回他嘴 兴许啊 还真管用的 万一那个抹夜叉 要是出手伤了少爷怎么办 不会的 金香玉不是笨蛋 他知道如果伤害了少爷 他也走不了 我现在担心的 不是他要伤害少爷 我是担心 他就向金老大告状 去吧 刘文章 你不是说你是我肉票吗 我想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凭什么不让我走啊 金儿小姐 你是绝顶聪明 这我知道 你心里想什么呢 我略知一二 你现在做的一切是忍辱负重 只要我现在 让你出了这个门 你马上就会回到金家寨 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给金老大 他金老大是什么脾气啊 肯定当时拍案而起啊 他会率领着十万大军 直接奔着我爹刘七祥的队伍 就冲了过去 我爹也不是吃素的呀 他也会挥兵迎战 这时候两个队伍 定当武士打了一个天婚地啊 这时候你这口恶气就出了 对不对 你现在做的呀 是十十五个为俊杰 你军属奥坡十年不多 顺坡下旅 对不对 猜对了没有 你别跟我废话 说吧 想怎么着 来 金二小姐 你大人有大量 说白了吧 这件事情要说大 那比天还大 要说小 那小的都不值得一提 要我说这件事情 咱们就算了 凭什么算了 放屁 我金箱玉里面子不值钱啊 这我可以保证啊 只要你不说 我保证 我的人肯定不会说 就那四个当兵的敢说的话 我先一枪毙着他 我凭什么吸你啊 我 我告诉你 把他们四个给我拉进了 我啪啪啪四个人全崩了 这事才完了 这就太不强烈了 你 这 我跟你说实话吧 人家四个人 当知道绑架的是你的时候 让夏夏都尿裤子了 你好好想想 如果当时他们把你直接 他们敢 说句不中听的话 那当兵的什么不敢啊 我倒没别的意思啊 这件事情 咱们 咱们黑不提白不提 就让它过去算了 好在你现在是毫发无损呀 只要你答应我 答应我 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咱们以后谁也都不提 你马上可以走 你再想想 不管怎么着 咱们俩今 也要结庆家了 我马上就要娶你姐了 我现在算你半个姐夫吧 你说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 你现在就是算我半个小姨子呀 对不对 小姨子听姐夫的这没错 行 今儿我就给你一面子 不过你得马上跟我回去 跟我姐成亲 没问题 咱马上回安一 走 走 开门 小小姐 走 小小姐 小哥 晚安 去吧 好 快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前面就是侵家寨了 我们呢就不演送了 后后有气 再次给你赔不是的 二小姐 对不住啊 快点 把二小姐的枪给二小姐 再来啊 到姑奶的地界敢来这一套 见不见姑奶都疯了你 李宗盛 你简直又不是人 你疯了 你是一个鬼是怎么着 你来真的 怎么着 给你留个纪念 这算轻的 少这废话 快点来人 来抬这儿你快点 快走 你放上 杨远 那儿一个大活人 他也有家人 他也有父母 你知道吗 你给他打残废了 他以后怎么生活 你想过吗 你想想 如果这事发生在你自己身上 你怎么办 老师 慢点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这药不是金老大 你敢这么做吗 好 就是啊 这几天还没有二小姐的消息呢 你看那不是二小姐吗 二小姐 是啊 二小姐回来了 二小姐回来了 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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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二小姐 二小姐 二小姐回来了 二小姐 你没事吧 你这是去哪儿了 这黑啊不把我们提坏了 不担心坏了 是 不用了 小姐你没事吧 楚大楚 我离开荣都的时候 我是怎么中退你的 我再也不想看到金香玉了 我再也不想看到刘文昭了 你说 你什么时候能办一件 让我为你喝彩的吃 段总 我确实按您吩咐去做的呀 刘文昭没 我告诉你 不过有什么办法 花多少钱 三天之内 你必须让刘文昭 从这个世界上休息 明白吗 快去办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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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吧